娱乐圈中嫁到豪门的女明星有很多 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位嫁入豪门 却甜到爆的女明星的爱情故事 这位女明星有一个很吉利的名字叫吉祥 听名字你们也许感到很陌生 其实她演过不少戏 不过都是打酱油的角色偏多 最出名的角色就是她刚出的时搭档李小露 出演的都是天使惹的祸 吉祥在剧中饰演李小露的同事 总是一脸花痴又爱幻想男主角 喜欢自己的小护士李宝玲 不过这个角色算是个丑角 完全是为了衬托女主的存在 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人 对吉祥长得丑 后来吉祥搭档陈浩苍眼的古装剧 《我爱和东施》 也正是因为这部戏认识了 现在的豪门老公丁子俊 相比于低知名度的妻子丁子俊 应该有不少人知道 她也曾参与过追于《传奇》 《上海之类》等多部电视剧 丁子俊不仅长得帅 出道二十几年完全零绯闻 而且她还是香港有名的钻石太子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TVB的经典 剧集《珠光宝器》 据说这部剧的原型就是丁家 在香港丁家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 主要经营珠宝钻石 这几年热播的致名与出交的杨千华 也是丁家的儿媳 她的老公丁子高 就是咱们男主丁子俊的堂弟 而丁子俊则是丁家的长房长子 这分量放古代 就是继承家业的首选人 虽然出生在富贵家庭 但是丁子俊并没有富家 子弟的坏习气 他从16岁开始就没向家里 要过一分钱大学毕业后还在广告公司做过杂工 甚至还跑到西安的小山村去支教 简直一点也不像传统的富二代啊 而且丁子俊为了断掉自己富二代的后路 甚至捐了奶奶留给她的遗产 只能说一句佩服啊 出身好严之高 身边好资源 无数的丁子俊在许安华的邀请下 客穿了电影《女人四十里》的一个小角色 从此误打误撞进入了娱乐圈 只可惜在香港拍戏的这么多年 丁子俊一直心远平平没有大火起来 后来丁子俊来到内地发展 搭档过李宾兵等大派人 可惜还是反响平平 直到出演流星蝴蝶剑 丁子俊在剧中饰演男主 更有郑少秋给他作配 这才渐渐打开了知名度 接入就有了何吉祥 在《我爱和东市》里的合作 据说丁子俊对吉祥是一见钟情 两人交往不到三年就领了证 两人饮婚了七年之久 后来两人在杭州的凯越酒店 办了一场超豪华婚礼 看别黄晓明和baby 婚礼的四姨就是杨千嬅的老公 丁子高正婚人是著名导演唐继理 丁子俊作为丁家的长房长子 丁家人从世界各地飞到杭州参加婚礼 人数竟然多达80号人 这场婚礼人数甚至超过了酒店的基本标准 开月酒店不得不启动超强安保系统来维持秩序 丁子俊更是亲自操办了吉祥的婚纱 除了一节婚礼不止 他甚至还写了满满一本婚礼 当天要对吉祥说的话 婚后丁子俊经常在微博秀恩爱 其实丁子俊除了好演员 好老公富二的之外 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赵丽颖的干哥哥 两个人先是通过合作追于传奇相识 后来又合作了妻子的秘密 在拍摄结束后 剧中的小狗要被剧组丢起 赵丽颖不忍心突然说要有这只狗 丁子俊因此觉得赵丽颖很善良 所以很欣赏他 两人认了前兄妹 而作为哥哥 丁子俊更是里捧赵丽颖 三年不求回报 据说赵丽颖的新作上市 丁子俊还曾经带着家人一起去捧场 生日的时候也会送上祝福 可见丁子俊对待赵丽颖 真的是像家人一样了 赵丽颖也曾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说过 丁子俊是他最好的哥哥 即想嫁给这样一个低调 又专一的富豪老公 婚后还甜得想谈恋爱 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一对了 在这里也祝